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下半年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谷底翻身 那也有很多人因为疫情也好 这个世界的战争等等 有一点心神不灵 甚至自己的工作 人际关系各方面遇到一些难题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 十二生肖的本命神 也可以说十二生肖的本命佛 分别是哪些呢 那首先呢 属宝宝的本命佛 就是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呢 当属宝宝需要集中生智 又或者现在有难题要解决的时候 就可以呼请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念 欧妈尼悲美奉 也可以学习大悲咒 大悲咒就是牵手牵眼观音的心咒 那么你也可以在心里面呢 念拿摩观世音菩萨 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到你 那又或者你也可以带一个生肖守护神的一个手链 来保护自己 那这是我设计的上面呢就是 这是老鼠专鼠的 属宝宝的牵手牵眼观音菩萨的种子字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一个扣环 那这里有一个钱币 就一个非常漂亮的设计 看不太出来 它是生肖守护神的一个手环 那大家呢 如果不安心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带在你的手上 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生肖牛宝宝 那牛宝宝呢 跟虎宝宝呢 是同一尊佛 牛宝宝的本命佛就是虚空葬菩萨 虚空葬菩萨是大乘的八大菩萨之一 那如果牛宝宝你想要画不可能的任务为可能的时候 你就可以默念 拿摩虚空葬菩萨 让他为你护持 可以让你增长智慧 那虎宝宝呢 如果需要宫观的时候 你也可以念拿摩虚空葬菩萨 他也会帮助你招财纳福 那虚空葬菩萨的种子字呢 是这一条 那因为这上面呢 都是梵文 那文字是有一个很强的力量的 那这一条呢 是专为牛宝宝跟虎宝宝所设计的 生肖本命佛的狩猎 那接着呢 就是兔宝宝 兔宝宝呢 是文殊菩萨 大家都知道呢 讲到兔宝宝都讲 狡兔三窟 他最有智慧 那文殊菩萨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那也是诸佛之母 诸佛之师 连释迦摩尼佛都要称文殊菩萨为老师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 又或者你想要提升你的学习力的时候呢 就可以请文殊菩萨来相助 你可以拿摩文殊菩萨 也可以念他的心咒 Om Aravajanati 也可以到YouTube去听我唱的文殊菩萨的心咒 那他可以帮助你催旺事业增长智慧 帮助你达标完成 那这一条绿色的就是文殊菩萨的种子字的手链 绿色嘛就是象征五行属木 所以跟文殊菩萨呢是很相近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配戴在你的手上 龙宝宝的本命佛就是菩贤菩萨 那也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他是以大行文明 也有人说是大横 就是他的愿力太广大了 广大无边而且是身体力行 那这是龙宝宝如果需要提升你的动力 又或者呢 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办法突破障碍 也可以呼请菩贤菩萨为你续航你的行动力 然后也可以带来大好运 那最主要呢 菩贤菩萨还可以帮你净化你的气场 让你呢扫除阴霾 吉祥如意 那么蛇宝宝的本命佛也是菩贤菩萨 所以龙宝宝和蛇宝宝是同一个菩贤菩萨 那蛇宝宝如果需要有一些商机要变成业机 又或者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也可以在心里去呼请菩贤菩萨 拉摩菩贤菩萨 为你带来好运 为你达到你的商业奇迹 可以帮你排除万难 解决所有的气场上的不干净不清净 那这一条呢 就是菩贤菩萨的种子字 菩贤菩萨 然后他是一个红色的神 那刚好蛇宝宝 还有龙宝宝的幸运色 都是红色 所以呢 这个五行都是有根据这样设计的 那这上面是一个钱币的意思 也有可以帮助你在求财的路上更加的顺遂 好那接着呢 就跟大家分享的马宝宝 那马宝宝的本命佛呢 就是大士自菩萨 那他也是八大菩萨之一 那他是以智慧的光芒去普照一切众生 使人可以得到无上的力量 所以马宝宝如果想要摆脱无力感的时候呢 想要重振你的活力 就可以呼请大士自菩萨 那也可以念拿摩大士自菩萨 也可以为你贯注源源的动力 让你马到成功 让你别具慧眼 可以发出更大的能量 那马宝宝的大士自菩萨呢 他的颜色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粉红 灰粉红非常漂亮 那最重要的是上面的这个种子字 就是大士自菩萨的种子字 种子字呢就很像是钥匙 心咒就很像密码 所以这个种子字就是打开大士自菩萨 跟你之间联系的钥匙 所以这个佩戴在手上会为你请注无限的力量 那大日如来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法身佛 也可以说是佛教密宗至高无上的根本佛 那当杨宝宝持中大日如来的名号 你也可以拿摩大日如来 就可以了 或者拿摩大日如来佛也是可以 可以让你自动散发出快乐的正能量 可以吸引贵人主动的靠近 那么侯宝宝的本命佛呢 也恰巧是大日如来 所以当侯宝宝如果感觉到身心俱疲的时候呢 你念诵大日如来的名号 他会像太阳般的光明智慧去指引到你的开悟之路 所以他是光明跟理智的象征 也是去除烦恼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你的本命佛 那这就是大日如来 有没有感觉像太阳般的橙色的光芒 那这就是大日如来的它的种子字 然后佩戴起来就很温润 希望他带给你满满大日如来的能量 鸡宝宝的本命佛是不动明王 那其实他就是大日如来的愤怒尊 他是专门来扫除障碍的 所以有小人的时候 有烦恼的时候呢 都可以祈求不动明王来加持 那你在内心呢 就可以常常念南无不动明王 那尤其是工作上遇到一些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的时候呢 不动明王的这个法号 你一念他的时候 他会立刻增加你的正能量 然后扫除你的障碍 然后迎来清明安定的一种身心状态 那这个呢 就是不动明王的种子字 不动明王的种子字在这里 然后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设计 说实话我对这一次的设计呢 都爱不释手 希望你们也很喜欢 最重要是他待在身边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人最怕就是慌张或者是恐惧 这些呢都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 又或者在纷纷扰扰的红尘舒适里 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安定身心 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本命佛 好好的来和他相应 狗宝宝的本命佛是阿弥陀佛 我觉得他是全世界人缘最好的一村佛 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每个人见面就会讲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他也可以说早安 也可以说晚安 也可以说再见离别的时候 阿弥陀佛他就很像再见 那谢谢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 对不起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非常非常的广为人知 阿弥陀佛是西方莲花布的教主 那他也叫无量寿佛 所以他是无量光无量寿 所以当狗宝宝有遇到被人家欺负 又或者内心有黑暗面出来的时候 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的光明面就会立刻升起 那身体有任何的不愉快 不健康等等 你呼喊他你也会变得很长寿很健康 那猪宝宝的本命佛也刚好是阿弥陀佛 所以猪宝宝想要打造更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也可以多多的呼请阿弥陀佛和他相应 那么你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正能量 而且阿弥陀佛的神通宛大 而且他的人缘又是极好 所以你常常求阿弥陀佛 他也会让你富贵平安 一切吉祥如意 那阿弥陀佛的这一条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 是梵语 这个梵语在世界已经存在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所以他的能量是很强的 三世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隆天护法都会认得这一个种子字 所以当你佩戴上他的时候 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他就会保护你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设计 那最主要是我希望大家戴上这一个守护的手链的时候 可以得到满满的能量 一切呢都可以顺心如意